好 歡迎回來大盤疊點人 再度出現收斂 那盤面上陪大家看盤的籌碼專家 阿斯坪 阿斯坪早安 早安 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早 阿斯坪還是要從台積電法術會說起 台積電法術會的利空 外資在上個禮拜 翻臉跟翻熟一樣 期限或大賣的情況下 現在籌碼面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對 外資真的是看台積電 來操作它的期貨部位 因為台積電疊 大概指數就很難漲 如果未來台積電要有一大段修正 整個結構上會有很明顯的變化 指數加權會比較弱 但是可能小股票可能會活蹦亂跳 變成是兩樣琴 但是如果大盤一直都是黑的 小股票要表現得非常強勢 機率也不高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美股遲遲沒有轉強 我們自己要那麼強也很難 我們來看這個是稻窮指數 我們之前大家講 這個三角形收斂以後跌破 就是往下 要修正 現在都還沒修正 它只是剛剛跌破 跌破後的反彈 反彈說這個跌破會不會失效 那你就要站上什麼 這個上升的這一條壓力線 才代表說這個跌破是假跌破 目前沒有都緩步的 很疲弱的往上漲 然後遇到壓力線就往下了 所以看起來稻窮還是有一個向下修正的風險在 這個地方整理越久就越危險 通常這麼大的三角形修正 就是修正三角形的一開始的長度 所以看起來很遠 通知朋友就要特別小心 除非稻窮可以大漲 站上這條壓力線 不然的話還是要謹慎一些 那納斯達克 之前比較強的納斯達克 事實上也是轉弱了 之前看它假突破過高 迅速拉回之後 它比較強 迅速反彈 但是也是一樣 那條下降的壓力線 馬上就迅速下滑 所以納斯達克也是弱勢 所以在美國 美股都相對弱勢 而且都離高點有一段的距離下 我們的櫃台指數離高點才那麼一點點 我們難道要過高嗎 應該機率是非常低 所以我們還是要保守一些 除非美股轉強 我們在轉強比較合理 整個櫃台指數 目前是來講是全球最強的指數 都維持一個在相對高一點 而且之前還過高 納斯達克是過高壓回 過高以後還是維持在一個高檔區 但是可以看到在這高檔 出現了很多黑K 過高就黑K 過高就黑K 上禮拜五也是過高一個黑K 所以除非櫃台非常勇猛 就不理全球 突破這個平台的高點 我們說再來放心一些 不然小心 這個地方都是一個高檔震盪的格局 目前只剩被動元件在做撐盤而已 我們來看加權指數 相對櫃台就弱勢一些 並沒有過高 第二個高點也沒過 連第三個高點也沒過 目前來看 而且已經有隱約跌破了這條什麼 上升的趨勢線 所以外資為什麼要大量的放空 因為已經跌破了 支撐跌破 這樣來如果台積線繼續往下修正 勢必去連帶其他權值股的表現 所以在大盤表現不佳 那你小股票要一直力往狂燃的機率 蠻低的 說大盤跌個50點 小股票可能還可以活蹦亂跳 如果大盤重瘦200點 那可能氣氛就會不一樣了 目前來看是溫水煮青蛙 外資放空了這麼多 賣出這麼多 大家還是不害怕 想掌握最後一發煙火 你懂的是嗎 這個是非常貪婪的一個行為 我們來看外資的期貨 是上禮拜最明顯的動作 一口氣大減了1萬多 2萬口 他本來買了1萬 但是你看外資翻點跟翻輸 馬上吐掉了快2萬 現在只剩下3萬口出頭 幾乎是過去一段時間來的 怎麼樣 最低水位 小外資是迅速下滑 只剩下800多口 所以再疊一點 多單幾乎都沒了 都沒了 幾乎有機會 怎麼樣隨時來個翻空 小外資是翻空 幾乎是一年來首建 小外資不是一間兩間 是十幾間外資的報告 我都跟你講 他要翻空 代表說什麼 各大類股 各個外資所持有的類股 都會有賣壓來湧現 我們來看外資的現貨跟借券 這一波最大的特點就是什麼 外資的現貨是唯一的主導的方向 其他的部分 你看借券變化不大 T50反應動作也不多 選擇權動作也不大 為什麼 因為外資怎麼樣 在撤退 很明顯的 最近現貨一直賣一直賣 當他現貨撤退了 他就不會在齊全 T50反應做手腳了 我都不玩了 所以可以看到 外資是一直賣一直賣一直賣 美國大漲他也只是小買 美國小跌 他就大賣 所以外資是很明顯的在做撤退 從去年7月撤退到現在 已經賣了2000多億出頭 加上最近有1700多億 都最近在賣的 所以外資很明顯的在做撤退 外資如果再繼續撤退下去 賣超不會只是這個數字 如果外資再賣超個2000億 勢必會對台股有很大的打擊 但是看美股的動向 來看外資的一個調整 我們來看外資最近 還勉強做多的標的 給大家做個參考 都是一些比較低價的類股 像中環 聯電 金融股有兩檔對不對 殖利率高的 潤太新 大同 新日光 都是一些邊邊角角的 像是防禦性類股 中華電 所以看起來沒有什麼誠意 在做多 做多的量相對比較大的聯電 我們來看一下籌碼 可能是在賭說 張忠邦那邊動搖的時候 會不會開始聯電 有一個雞雞 有一絲絲的機會 對不對 如果他今天動搖 會不會有一些分單子在這邊 聯電的籌碼開始越來越好 當然也有可能 因為他股價實在是太便宜 所以只是一個相對安全的 一個標的 並不是非常看好 我們來看外資積極偏空 外資賣200億之後 我看一下這些外資賣超 大概都是超過萬張 可以都知道 都是重量級的電子股 所以說要避開 智邦 技嘉 望宏 英業達 加士達 全面的10檔 全部都是電子股 所以電子就是重災區 因為台積電一倒 大概就沒幾檔 能夠撐得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英業達 的一個籌碼狀況 外資主力籌碼 是持續的在做賣出 誰接走的 大概都是散戶 一路往下接 所以像這種股價轉弱 籌碼也不佳的 我們還是要盡量避開 現在只有強者很強 強的就是被動元件 不是被動元件的 大概就非常危險 我們來看 最後給大家看一個關鍵的指標 這個就是上漲跟下跌的加速的統計 我們怎麼區分 就是看它的月線 如果往上揚 就把它是一個短多格局 紅色線的數量 如果是綠色 就是月線往下彎的數量 所以就是短空的格局 目前短空的加速怎麼樣 已經來到967加 上禮拜有一度來到1000加出頭 所以如果股價再轉弱 譬如說什麼 超過1000多加在下跌的話 整個氣氛就非常差 股市通常一定會修正 之前一樣 超過1000加在下跌 股市怎麼樣 一定也會修正 目前呢 離1000加大概只剩下3、40加 所以大阪只要再稍稍的 再跌個中黑 就會引發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恐慌 當然主導是誰 主導就是外資 所以在外資還沒有直穩 翻多之前 我們還是保守一點看待